既然与科技大人Frad谈论 一定要指教腾讯 因为出了第一季的业绩 盈利方面升1.7% 如果看狼夹 即是非通用会计准则 腾讯首季盈利升1.4%左右 增长量是来自商业支付 金融科技和社交广告等等 但Frad也要看看他的游戏 现在说的新游戏和平精英才是一个比较亮点 是不是一个金蛋呢 因为说如果和平精英 根据市场的研究机构Sensor Tower 预计和平精英上架了5天 课金是不错的 平均每日课金到400万美金 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这会不会是另一个王者荣耀的翻版呢 都看过下游戏 不过我觉得王者荣耀的比较难复制 因为换皮肤 换了这么久 不停都有人买 这个是八年难见的一个游戏 这么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想复制 之前有说QQ快车 很多游戏都会跟上 其实都是很难的 当然整体来说游戏 其实市场的关注点不是太 只要它不太大 保持一定的增速就OK了 即不要大跌就OK了 反而市场很关注它的广告收益 整体的广告收益 还有支付还有云端 这几个部分是新的增长引擎 这几个方面我觉得 更加更容易估计 因为游戏其实 就算很难估计 也有别人估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是 云和广告收益 你看到第一季的情况 现在是不是尼尚呢 广告收益呢 我们就这样看的 有几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通用的广告 就是例如百度 现在看到它跌得很惨 这一段时间 因为广告的收益 大部分都是来自广告的 但不要说百度 就看Google也好 其实全球的广告 也有一些是慢了下来的 为什么呢 我想是跟消费 跟这个 简单来说 你看YouTube 就知道我经常都说 YouTube 简直是大量广告 是大量广告 我真是 多到是很 有些厌倦 所以证明 它是要用很多量 来补充金额 所以我觉得整个 有些少亏罪了 当然了 我们等5G之后 就可能不同了 精准去抢广告的时间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广告是会抢的 是location based 就是会视乎你在哪里 以及你的用户的习惯 然后抢黑中的广告 推进去 这个呢 5G的latency 慢了 我想会来等会更加 更加白热化 云端那边就是 如果你说 腾讯在云端业务 其实在内地也做得不错 第二位就是计阿里巴巴之路 那我们云端的表现 会不会竞争都挺大呢 挺大的 而且还没盈利 阿里巴巴自己也没盈利 我想腾讯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腾讯是做Ice的部分 即是做底层的 Enterprise Enterprise 是做infrastructure的 不是做platform 也不是做SaaS的 即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最下面那一层 资本投入是最多 但同一时间是 无力是最低的 因为它是借CPU的时间 借Storage的时间 借出 而这部分呢 因为阿里巴巴两层都强 阿里巴巴抢了很多 中央也强 竞争力很强 全中国接近一半的人 一半的公司都是用 一半的生意 都是来自阿里巴巴 所以第二名是很难 短时间很难赚到钱 当第一名都没赚钱 第二名都很难赚到钱 这个情况跟美国不同 美国当然Amazon AWS是很强的 Google也带上来 Microsoft是第二 很强的 但中国的情况 血战都比较厉害 但腾讯是在视频 和在游戏的云里面 是比较多的 反过来看看金山 金山其实是视频 金山也是游戏 游戏的云 他是要随直的方法做 他是针对某个行业去做 这样希望是 亏少一些 甚至是会赚钱 但这件事始终 我们看到的情况 是随着整个经济的变化 云端的投入 我们现在看到 是向下沉 增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麽快 是在慢下来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两部分是弱点 对谈商来说 似乎本地的科技股 都是前景 可能和市有些关系 都是一般的 和市 即是气氛 PE 亦都和基本面 向下走的 都有关系 美国的科技股 最近跌得 很厉害 反而是一个 可能买入的时机 我又觉得 美国的科技板块 分两部分 互联网 或者是云端 的板块 仍在高位 就是跌了一点 但是 要大市下跌的时候 我想它的beta效应 会变得更快 如果是晶片 或者硬件的公司 即是HP Adel Adel Pilotizer 蘋果 或者一堆晶片股 很多 那些很多时候 都是出第一季业绩 第二季好些 第二季 现在看来 一般 或者有少少拉货 但第三季 本来是预计很强 但现在 如果是这样的看法 整个2019年 都是一个 transitional year 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 转列的年 而手机向下沉 车又不太行 工业的製品 又不太好 其他 可能consumer 一些好些 拉上补下 整体来说 比较差 但因为大家觉得 哇 爆威要减息 两万亿的 什么鬼都出来了 减税 民主党 达成协议 就好像保护着它们 而且美国也有一个 PPT 就是Punch Punch Protection Team 好像是旧市 很多东西加起来 令到美股 大家觉得它是 没有那么受中美影响 中美贸易影响 它是围了城墙 保护着 在外面 你们各自 但我们没事的 没有事的 没有事的 形成了这样的气氛 但我觉得 似乎 都是 会受外面影响 所以美股可能是 目前来说 跌下去又 跌上来跌下去 但有少少似 有一个向下 慢慢 通道的情况 更新 往下移动 趋势 除非特朗普 看了个推特 又说突然之间 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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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平息 但在5G 就不会那么容易松手 我觉得5G 是比较着急的 一个点 整体来说 无论互联网 互联网 跟经济 比较关 但我们看到 领先指标 都是晶片 晶片是比较领先 现在晶片的情况 提早拿货 包括 提早拿货 而且开始 转用亚洲晶片 这是很少人说的 其实大家 你可以想象 现在发生这么多事 你作为 亚洲买晶片的公司 你会慢慢 转移出去 会转移出去 买多些欧洲 日本 那些是比较接近美国晶片 中国晶片 当然有些很厉害 但大部分都差得比较远 所以慢慢会 用少些美国晶片 这个会对美国的 本土的晶片公司 都会是一个 比较中长远的打击 不仅是短线 都会打击到他们的 基本面的情况 今天谢谢阿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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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